老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眼光问题 第一个臭宝刚买回来的绣球 阳台上放几天就发现黑夜了 别强光的一个暴晒宝贝 不要强光暴晒绣球就喜欢这种阴阴凉凉的 通风要好 你像我说坐在这个位置 我们这两个棚中间 整好它露天 它通道里面通风很好 这种地方你随便放各种大花绣球 但是中午的时候要折阳 强光暴晒绣球就容易晒伤了 所有的大花绣球都不喜欢强光暴晒 你如果说光照很好 你还想养那种开花的绣球 你就可以考虑圆锥绣球和木绣球 好吗 大花绣球就不能暴晒了 通风要好啊 下个臭宝 三脚没咋的了 叶子卷了坐标广众 太长了 枝条太长了 你嘎吱剪一剪 光照给足一下就行了 没事的叶子发粘很正常嘛 它粘一点它爱粗花 你看你的上面不都是开始截花包的吗 就是这种粘粘的状态才浇水 粘粘的状态才浇水 它才爱开花 但是团体条件是光照给足 适当的啊 来一点肥料 偶了就这么简单 这个东西在你们那低灾都没压力的东西啊 加个臭宝鸡爪气啊 这个不生长积水闷根了吗 该收收拾收拾了宝贝 该收拾收拾了 它不生长 你像一般啊 这一棵树 我看不到你下面用的这个盆如何 一般一棵树长起来 在盆里边的生长是受限的 当上面长得很多的时候 它整体就会显得不好 如果说时间久了 根系也长满了 它就陷入江苗的一个状态了 就是你这个时候就需要 怎么呢 换个大盆 或者说加一些肥料 然后呢 或者是适当的上面修剪修剪 给它减轻一下负担 它得上片收支得平衡啊 对吧 你看老爷子一样 养你养到20多养不起了 赶紧给你分家了 你结个婚 娶个媳妇 自己成家立业去了 不一个道理吗 你得想个办法 得掌握这个收支平衡啊 呵呵呵 想说吧 老花一 我的番茄养了一个月了 光照不够 光照不够宝贝 像养番茄这种东西呢 像养一些个果蔬类的 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光照 如果说没有光照 您就不要去考虑这个事了 然后呢 像结果期 像很多的蔬果 结果 包括长叶的时候 都需要大量的补充肥料 像咱们吃的东西 我个人建议 大家用一些发酵的养分之类的 发酵的分肥 要完全发酵复充的 好像这个东西 你们买的话 应该不便宜 有条件的老板 上育肥就行了 这个东西除了贵 没别的毛病 好吧 现在就缺肥 缺微量元素 然后呢 皱皱巴巴的 你可能用了大量的一些个 其他的肥料 就是不明所以的 你可能用了大量的淋肥和美肥 这个东西 你不能光补充那些 一定要给足光照 还有甲肥也要给的 光磷肥 它不皱巴吗 它有时候还缺钙 结果的时候还缺钙 这真的让你们用粪肥 粪肥里边 你就不用考虑那些 多点又不烧花 像个粥宝新买的锈球 缓苗一个月了 缓缓缓 缓了一个都是只浇了水 心脏的叶子 怎么歪歪扭扭了 这不很正常的状态吗 你这个锈球状态已经很好了 没毛病 你说我问你有的我们大方里面几万个的总有差不多小半数的有一两个页的就那样你很正常对吧你跟人一样谁还没两根白头发呀 老花一百合为什么长出来像链的一样是不是病了呀 这个你之前是不是 这个百合啊 你之前那个球是不是就营养不良的感觉你买的不是一代球吧应该是买的二代球吧 别话说什么是一代球什么是二代球 就说呢 像这儿把你用进口的 你要荷兰进口的那优质的百合球啊 你就算是不死非 只要光照给做了 他长出来叶子 包括到开花都没问题 但是到了第二代的时候 他长出来的第二代的球 再开出来的这就没那么有劲了 你不得不佩服人家荷兰的育苗啊 育种那些 但是中国不见得差 但是就说这个事 第一个是不是球的问题 第二个呢 这个土壤跟您搭配的这个肥力还是差那么一丢丢的意思 像这种时期呢 您可以把水溶肥对水来浇或者营养液之类的 但是要好一点呢 你别买那种三两毛钱一瓶的那个 富有人的那种就行了 这个就有点缺肥了 别的没刷 嗯 别的没刷 我看你的光照还挺好的 旁边的一个长得就很好 可能是球的原因 好了 觉得不重要 记得点个赞啊 为了华一 其他一些问题 要记得视频下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